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怎麼剪接囉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這裡 其實ActiveFront的介面就是PowerPoint加上一個時間軸 所以你可以把下面這個時間軸再拉高一點點 這樣你在剪接會比較容易 你再把它拉高一點點 那麼你拉高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 第一個 因為你的影片如果錄的時間比較長 當然我必須強調一下就是它並不是什麼 它並不是要來取代什麼 像威力導演、惠神會、Premium那種專業剪接軟體 它是做數位調查用的 所以通常我們不建議各位你的影片很長 你的影片太長你拿到這邊來剪接 那可能效能就比較差 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你錄了片段 它本身也有錄影的功能 也有擷取螢幕的功能 那現在呢你叫進來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影片怎麼樣 你看我這個影片是不是超過一個時間走的長度 所以我通常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左下角這裡 這裡 時間走的這邊有沒有一個 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放大鏡 這個跟我們在用什麼 威力導演很像 所以我通常會點最左邊這個 也就是它會把我的影片放在我的可視範圍裡面 你就不用再去自行縮放 所以我在這邊我先按一下 你看按一下 有沒有自動縮到可以看到的範圍 這是第一個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讓影片比較容易知道你的整個長度是多少 第二個有一個地方你要按一下 就是在時間軸的這個尺度上面 這個尺規尺度上面 你把它按一下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同學用過威力導演 有齁 你等一下看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只要學會 在跑步跟威力導演就好了 你看我中間點一下 有沒有一個尺規 這裡點一下有沒有一個 時間軸的尺標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左右兩邊 有一個小點 威力導演是不是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這兩邊 是用來選什麼 是用來選你的影片範圍用的 所以你只要用拖曳的 你只要拖曳 就可以把你的影片範圍 把它選起來 那萬一選錯方法怎麼辦 除了原路退回 你還有一個方法 在中間這個大哥 點兩下呼叫他們 就會回來了 你就點兩下就好了 他就回來了 這樣了解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把像我剛剛的 前面是多的嘛 所以我就找找找看看 我前面多路的 好到這邊 當我選起來之後 你會看到上面這裡 剪接功能這邊有沒有亮起來了 有選取範圍之後 中間這個剪接功能就會亮起來 我就可以按一下垃圾筒 你選到了這個範圍就可以被刪掉了 就可以被刪掉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囉 好有頭就要有尾 所以我看一下後面 剛剛結束的時候 到這裡了 有沒有回來了 所以我大概到這邊 就把這裡 拉起來 一樣把它刪除 這樣我就 只保留 我現在 中間錄了這一段 這樣就好了 再來有一個情形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錄的那段 聲音蠻小的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音量蠻小的 請問各位調整音量 可以喔 如果你要選一個範圍的話 你可以用剛剛那個指標去拖 如果你沒有選就是整段影片 我按一下 因為整段影片都比較小 所以我才要拉高 拉高完之後 請你在旁邊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 有沒有音量變比較大聲 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像這樣 變比較大聲 那各位還記得 你們剛開始 有沒有看我的那個 這個木偶花絮 我這個木偶花絮 其實就是用Atebrane的錄的 去跟剪輯的 如果你要像這樣子做快轉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的中間過程 比較沒有什麼那個 這個是不是快轉 在Atebrane也可以做到喔 在哪裡 在這邊 假設你要全部影片快轉 你就不用特別選範圍 如果你要某一個段落選 快轉你就選 那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人在跑 這個就是他的影片的播放速度 你可以從這邊來做調整一下 按下去 預設是200 就是兩倍 如果你要讓他變四倍 那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播放時間就會變成原本的四分之一 有沒有變短了 不過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當我這樣在播放的時候 會有什麼情形 這樣你應該知道 湯老要講話了吧 速度變快的時候會有這樣 那如果你不要這個聲音 當然你就可以把聲音 稍微調低一點 對不對 你在這邊 如果有需要再加上一個文字 一些圖片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所以他都跟各位平常在用什麼 它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他就是先播完這一個 你看左上角 我們投影片的左上角 有沒有你那張投影片播放的時間 如果你裡面是完全空的 就是一般的 它就一張投影片 有三秒鐘的時間 那如果你裡面有影片 有音樂 你就可以在這邊 它就會自動延伸 萬一你這張投影片 你要播放的時間長一點 你可以點到它之後 在一般這邊 你就可以來做調整 看你要變多長 各位這樣 對於它的剪接功能 有沒有比較有點概念 我先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大家對於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沒有人提問 那我講一個 我有問題 來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在錄影的時候 會不會吃螺絲 有沒有可能錄錯 有可能錄錯對不對 那你有可能錄錯的話 請問 既然錯誤已經發生了 該怎麼處理 跟老師講 老師抱歉我剛剛沒有按錄字 請你重講一次 老師的功 好 你來重講 這樣怎麼辦 你叫它全部診斷重講 很麻煩對不對 不過可能只是中間 也許一個小段錄錯了 你可以用我們剛剛的把它拿掉 可是你要補錄進來 那你要補錄進來的話 要怎麼錄會比較好 直接把它 如果你用的是一般 剪接的概念 你就會在這邊 剪斷 剪斷 空出一個距離 是不是把新的插進來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這樣你 以後再做剪接會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講過 你只要跑步你就好 你來看看 假設 假設 我在這一邊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我在這一邊 我發現我少講一段 或者我錯了 我把它刪掉了 那麼在我們的 Etipenter 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你只要把指標 指到你要插入的位置 你往後找 你會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分割換彈片 分割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錄影 也不一定要全部都錄啊 你可以中間做一些不一樣的 插入我們的簡報內容也可以 你看我 我按下去之後 待會麻煩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左手邊這裡的變化 好 我把它按下去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一個彈音片變成兩個彈音片 這個時候我要補錄內容 或者我要增加一些其他的補充資料 我就把這邊拉上來 或這個拉下去 請問這樣 有沒有撥這個 再撥這個 再撥這個 用PowerPoint做剪接 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你哪裡不OK 我就那邊再插進去就好啦 所以你看 我如果我要補充資料 我可能是補充這邊的 好沙發的 我就借用一張 拿到這邊來 放中間 因為 其實以老師上課的角度來講 有時候可能我 講完一段影片 我給你看什麼 簡報的內容 那我只需要在這邊 錄聲音就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錄音 對不對 我用聲音講解就好啦 我不一定一定要畫面一直講 這樣也是一種做教材的方式 當然你說你要做電商這樣也OK 所以它就可以像這樣 一二三四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ActiveMent裡面 它很特殊的這種 用PowerPoint的方式來做剪接 而且我可以很確定的跟你講 這個你要請同學做 很容易 沒有高難度的那什麼設備操作 操作啦 會怕弄壞設備啦 或者是那個弄錯的 而且軟體又是免費的 對不對 它也不用擔心 我只能在哪一間教室 哪一台電腦可以用 這都可以帶回家 OK OK